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座小岛 只要你去了就能长高7厘米时 你会相信吗? 对很多人来说 长高可以说是毕生追求 每个人都用尽各种办法想让自己长高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但是在加勒米海有一座名为马提尼克的小岛 在世界上以能让人长高的岛而得名 虽然这个故事难以置信 可是1952年法国科学家自《科学与生命》里刊登 已停止成长的40多岁的研究员们 到了马提尼克岛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 每个人都长了7到10厘米 看视频之前记得给我点关注以及订阅哦 1946年被编录为法国海外旋的 让人长高的马提尼克岛呢 诸位加勒米海最好的旅游身体受着世人的瞩目 然后1952年有位叫罗伯马基里的生态环境记者 为了调查加勒米海岛屿的生态环境 来到了马提尼克岛上 可是到了这座岛 没过多久马基里下的目瞪口呆 因为它面前出现了好几个巨人围着它看 两米多的人们围着我 然后好奇似的俯视着我 感觉我在他们面前就变成了很神奇的玩具 其实围着马基里的那些巨人们是 生活在这座岛上的原居民们 然后他们跟地球上任何国家的人们 相比都显得巨大很多 后来感到好奇的马基里得到居民的同意后 调查了他们的身高时发现 马提尼克岛男星平均身高为1米9 女星是1米74 这个身高比欧洲人的平均身高 整整高了15到20厘米 但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座岛巨大的东西不仅限于原居民 马提尼克岛上的所有动植物都非常的巨大 这里的老鼠差不多跟猫一样大 这里的蚂蚁都比平常的蚂蚁大8倍 然后平均长到20米左右的树木也长到了40米高 甚至这里的葡萄也比正常的葡萄大了3倍 因此他一开始以为可能葡萄的品种不一样 可是调查后发现都是同样品种的葡萄 马提尼克岛上的所有动植物原本都是正常大小 可是4年前的某一天开始 突然每个人的身高变得越来越高 所有的动植物也变得越来越大 马提尼克决定把这些神秘现象发布到法国科学期刊《科学与生命》里 然后马提尼克岛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法国政府为了调查此现象 很快就派了几名由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这座岛上 但没想到调查的研究小组也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在岛上调查的这段时间 他们的个子也变得越来越高 50多岁的朱尔格拉贝尔格博士 在这座岛调查了两年 整整高了10厘米 甚至到岛调查两个月的40多岁莉莉博士也长了7厘米 后来朱尔格拉贝尔格博士向媒体表示 虽然肯定有只在岛上出现的特定因素 但并没有掌握到具体的原因 其实说的也对 因为在科学的角度来说 也没法说明一个40,50多岁的成年人 突然长这么高的神秘现象 但这时出现了叫艾文德罗罗迪的意大利科学家 他推测这所有现象都是因辐射的原因 因为1902年马帝尼克岛发生过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他猜测可能这时火山也放出了一些辐射物质 然后这些辐射物质改变了生命体的基因后 让生命体分泌过多的生长激素 导致动植物变得越来越大 他还举例说了日本广岛的生态 广岛在核爆炸后生态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然后核爆炸后的广岛因辐射的影响 也开始出现了巨大的畸形生物 但罗底的主张也很快就被反驳了 因为辐射引起的畸形也会带来身体功能上的异常 但马帝尼克岛上的所有生命体 只是外形变大了而已 身体功能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过了10年的1958年 科学家们对岛仍然还是进行着反复的研究和调查 可是谁都没想到 这个岛上的一切动植物突然开始恢复了正常的成长速度 新出生的动植物们也不会长到之前那么大了 它们就长到正常大小 然后原本一年结三次果实的葡萄也变得一年结一次果实 这儿我不是说以变大了的生命体回到了正常大小 而是说新出生的动植物以及原居民 它们的成长速度突然都恢复了正常 虽然科学家们急忙着重新进行了调查 可是科学家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马丁尼克岛发生的这些异常现象 这真的还是没有人能说得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马丁尼克岛就这么成为了未知之明 你们的身高有多少公分呢 虽然现在去马丁尼克岛也不会变高 但以后人类再次发现第二个让人变高的岛屎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我真想变为一米巴呢 让人变高的马丁尼克岛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觉得视频不错的朋友们记得给我点个关注以及订阅 每多一个关注我更有力量去做下一集有趣的视频 谢谢大家